大家好 现在是早晨9点08分了啊 1月18号礼拜二 2022年 给大家看看这有一个视频 中午12点多接到社区电话 说我是次密接者 就是在某一天 去一个地库坐车的时候 扫了他们那个马 然后那个小区有了一个确诊 所以让我现在马上回去隔离 居家7天 我说好的 然后我就立刻就是下楼打车 想赶回家 但是我发现我的一扫码是红色 然后司机就把我撵下来了 然后我就跟社区沟通 我说因为我拎了一个很大的行李箱 然后我离家大概是有不到30公里 20多公里 我说那我该怎么回去 社区就说那你自己想办法 我说那这个情况 你看我做不了我公共交通工具 又拎了个箱子 你说20多公里走回去也不可能 因为你们也说了让我尽快回去要贴封条 因为你们也要晚上下班 不可能等着我 那你说我扫空想单车 我也还有一个大包 还有一个大箱子 这都是没法带的 对吧 这种情况 而且即便是骑车回去 估计到家他们也下班了 就这种情况呢 社区还是说自己想办法 不管 然后打110 打市场热线 我就打了110 也打了市场热线 110最后沟通结果 也是就是也没有办法管我这边 然后都说让我找亲戚朋友 我说那作为刺密接者 我觉得这个时候 不应该再和别人有接触 对吧 那再尝试打120 被120骂了一顿 说那是急救中心救人的 我又没病 是肯定不会管我的 然后现在就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在路边已经待了有一两个小时了 就在这一直来回沟通 然后也很冷 现在不知道我们的防疫政策怎么会 就是这个样子完全不顾这一个人 包括说物资方面 他们也不管让自己想办法 我说我住的公寓没有办法做饭 然后我也家里没有物资 现在也是红马也没有办法进超市买东西 是吧 还有整整七天 我说我在家 然后外卖也不让点 我说这要是饿死了咋办 然后人家社区还是一句话 那你就自己想办法 自己想办法 自己想办法 这事可能是发生在北京吧 我看看啊 这姑娘不是北京人 但是 但是好像普通话说挺好的 是北方人吧 听不出在哪儿的来 可能是山东的 也有可能是东北的 也有可能是哪儿的 我这个 因为他这个普通话说的非常好 他用了一些词 比如说地库 一般北京是这么用的 地下停车库 地下车库 叫地库 反正是 看样子是在北京 回不去了 次密接这也不行了 打出租还给轰下来了 打110 警察不管 打120 被骂一顿 说这个你也没病 是吧 然后局委会说 你必须赶回来 隔离 但是我们也不给你提供任何帮助 你能不能回来 你怎么回来 跟我没关系 我就是 传达上级的命令 或者是某一种国家机器 国家意志的体现 我就是一个上传下达 我感觉人人都冷冰冰的 都没有人情味 是吧 没人味 这国家都不叫没人情味 就叫没人味 对吧 最基本的人味都没有 是吧 就是冷酷 冷漠 推诿 踢皮球 反正我 让我说就是这么一个结论 是吧 我说不出别人